当地时间6月2日 在新加坡举行的肖格里拉对话会上 中美军方进行了激烈的交锋 内容涉及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中美两军关系 对话会期间 美国防长马蒂斯表示 美国要按照与台湾关系法帮助台湾建立适当的防御能力 对此 参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团长何雷强硬反击 称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是不容触碰的一条底线和不能挑战的一条红线 何雷表示 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 反对与台湾进行接触和提高对台关系 反对任何有准于一个中国原则和三个联合公报的行为 反对与台湾关系法、与台湾交往法 何雷强调 解放军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维护主权安全统一和发展利益 马蒂斯还在对话会上谈到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化行为 对此 何雷反击称 南海军事化的根源是美国打着航行自由旗号 频繁动用舰机到中国岛礁 临近海域和空域进行抵禁侦察 进行军事活动 何雷强调 在南海道交助军和部署武器 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 美国说三道四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对于美国的上述行为 中国会采取必要的措施和手段 坚决予以制止 谈到中美两军关系 何雷表示 中国非常珍惜、非常重视中美两国关系 中国希望两国军队坚持不冲突、不对抗 把两军关系推向新的水平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